我还是把它弄小一点 OK 那么在这里的话 我们就可以通过一些图形化界面 我们去找到它 对不对 那我们也可以上一步上一步 直接到这样的一个根目录下面 在这个根目录下面 我们来看 在ETC下面 有一个environment 就这个 我们看一下能不能直接打开 你看直接有一个用文本编辑器打开 能是不是可以直接打开 对吧 所以其实在大家对命令 还不熟悉的时候 可以借助这种方式 但大家知道 ETC只是应用程序 我们最终还是要熟悉命令 万一我们没有图形化界面 将来我们在做签入式开发的时候 对不对 好 我们还是回到这 那么也就是说 通过这种方式 我们就知道 我们敲了一个LS 它是不是就跑到了 根据我们的环境变量的指引 它就到了我们的根目录下面的 bin下面去找到我们这个LS 这个文件 这个LS文件又基于了我们的bash 这个bash在哪里呢 我们同样的来看一下 由于我们的share是bash 我们也同样的 where is bash 大家可以看到 也在bin下面 我们来看一下 这就是我们share的核心文件 这是我们share核心文件 那你说 那这些不是我们share的核心文件吗 这也是 但这是我们share核心的工具命令文件 所以有一点点差别 最后面我会提到 那么 那通过这个bash对LS的一个解释 我们就能够完成 我们跟内核之间的 这样一个操作和通讯了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一个命令的 这样一个学习 这就是我们对命令的一个学习 那么 那么 在这里的话 我想给大家去讲解一下什么呢 去讲解一下 Linux为什么会这样子来进行一个设计 为什么会这样子来进行一个设计 要了解这个的话 我们就来考虑一下这个share 如果想大家想象一下 如果说由你来做一个操作系统 那这个操作系统 你是不是也会把什么呢 就好像Windows 它是由DOS发展过来的 那你如果做一个操作系统 OK 确实你是有一个操作系统内核 对不对 操作系统内核 我们这个 这下面这块称为Kernel 内核 那么这块内核的话 它其实是一些很核心的代码 或者说一些内库 那么 或者说一些系统服务 那么这上面是我们用户 要去调用的一些东西 包括我们要写程序的东西 那么在这些过程中 在这些过程中 我们是不是需要提供 在他们之间提供一个用户访问接口 就是用户层访问我们系统层的一个接口 interface 而针对接口 如果我们设计操作系统 我们会怎么样来定义呢 第一 我们会定义什么原生API 对不对 什么叫原生API 就是我们Android 有人说是Android的里面的FreeMark 错 因为FreeMark不是个原生API FreeMark是基于我们Java 再次封装这样一个API 那是什么呢 基于内核之上的API 大家想象一下是什么 是不是类似于HAL这一层 还有Native API这一层 对不对 Native就像NDK的操作那一层 这个就是Android的原生API 那么Win32的原生API 是不是CC++提供的 对不对 一样的道理 所以我们因为一般情况下内核 操作系统内核 从效率和对底层的访问来说 我们不可能用很高级的语言 我们都是得用C 一般是用C语言 顶多再加辅助一点C++ 这样的一个方式 但你说用汇编可不 当然也可以 那那个太麻烦了 对不对 你要愿意你用01代码也可以 所以我们一般是用C 或者C++来实现的操作系统内核 所以我们提供的原生API 是不是一般都是C和C++ 就这样一个道理 好 API提供了之后 那么在上面 我们还需要一些很多用户的直接访问 我们就会提供一些command 命令 所以呢 在这里我们针对原生API的话 我们就可以 就会考虑 是不是要给它进行一个 进行一个 一层的划分 比方我们放这 然后命令 我们可能又给它放一块 在这 那这个命令和原生API总体来说 它们是可以去覆盖我们整个cell 就整个内核的这个操作的 像包裹了起来一样 所以针对Linux里面 我们就叫命令对它的一个包裹 我们就成为一个cell 就成为一个cell 其实这个cell功能不仅仅在于命令的访问了 不仅仅在于命令访问 包括对原生API的一个操作 所以你就想象 实际上就用它来实现了一个用户层 与内核层的这样的一个用户接口层的这样一个定义 这个就是我们的cell 也就是我刚刚给大家介绍了Bash的这样一个实现 那么基于它之上 我们还可以再去实现 就因为这个层次我们给它定义好了 至于它之上 我们再去实现一些应用程序的访问 比方说LS 它本身也是个应用程序 对吧 所以就类似于我们LS这些命令 其实仅仅是里面的一些命令而已 大家要知道这样一个概念 就是基于我们Bash上面的这样一个封装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的cell 它的这样是用作干什么的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Linux的cell是如何去实现的 在这里我要给大家介绍 第一是Bash 第二就是我们的CoreUtels CoreUtels这两块 那么要了解这两块 我们就不得不去说一下什么叫GNU GNU它的英文发音叫什么 有两种叫吧 一种叫Niu Niu其实这种发音就指它是非洲的脚码 因为大家可以查一下这个单词 其实就是脚码的这样一个意思 也就是那个 好像叫什么灵啊 牛灵啊 叫牛灵 它的学术用语 然后 然后它的创始人呢 其实为了区别它跟脚码这个发音 所以另外给它取了一个发音 叫GNU GNU 那么GNU的话 我要去给大家好好介绍一下 因为我们玩Linux也好 玩UNIX也好 包括我们学自由软件也好 其实都是离不开这个GNU的 我们必须要来了解一下GNU和FSF 那什么是GNU呢 我们来看一下 GNU是GNU 就是GNU GNU is not UNIX的一个缩写地归 实际上是由1983年 由这个Richard Richard 公开发起了一个 就是跨平台的 完全自由的 开源的这样一个操作系统计划 那么这个计划的话 它其实包括 它希望完全完全实现一个 包括不不仅仅局限于UNIX 但是设计架构是基于 类似于UNIX这样一套架构的 因为他认为UNIX架构非常好 但是他希望基于这套架构 实现一个跨平台的 跨各种操作系统 涵盖后面的Linux和Windows 当时还没有Linux 和Windows和其他操作系统的 那么的这样一套自由化的 这样一个操作系统 那么目前其实有很多的 在Linux下面的大名鼎鼎的一些软件 都离不开它 包括Linux Linux之所以能如此风生水起 也是离不开它 也是离不开它 那么所以我简单说一下这个历史 在1983年开始成立了 就是Gnu 85年的话 他又创立了一个叫自由软件基金会 就Free Software Foundation 简称 简称FSF 这些词大家可以理解一下 因为后面我们在 在他的官网会去看 看到这些词 大家不会陌生就行了 那到了90年的时候 他已经开发了很多强大的东西了 包括大家都知道的 MX 著名的文本编辑器 还有我们的GCC编辑器 就我们后面 主要就要用到这个GCC编辑器 这个其实也是Gnu的 也是Gnu的这样一个工具 还有很多其他的大名鼎鼎的 而且他自己 其实当时已经在做他自己的内核 操作系统内核了 就类似于Linux内核 他称为HOLD 但是这个内核一直到现在 都还没有完全完成 原因是什么呢 原因是后来他发现了 在1991年的时候 由Linux编写出来的 这个Linux的内核 做得非常好 而且遵循了他们提出的 GPL的这样一个开源协议 所以呢 之后就由他发起了 就他们把内核的这个升级的核心 就直接在Linux上面去做 就直接在 所以Linux后来刚才开始 发布出来的第一个版本 其实只有0.1这个版本 0.01这个版本 0.01这个版本 好像只有几千行这个代码 内核代码 大概七八千行 后来之所以能够发展那么迅猛 其实就因为他遵循了 我们的Gnu下面的GPL 这样一个开源协议 由Gnu这个组织 帮他发扬光大和推广 所以才会让大家了解的这么快 了解和和版本演化的这么快 所以可以这么说 没有Gnu就没有Linux 所以现在Linux 其实很大一定程度上 我们不应该单纯称Linux 应该叫GnuLinux 这个大家要理解一下 那么所以后面 而且Gnu后面上面的很多软件 除了Linux在用 因为Linux发现它Gnu的软件 确实写得好 而且又跨平台 所以Linux也都在用了 而且Gnu提出了这样的一个三种的开源协议 包括GPL LGPL和GFDL 那么比方我们现在大名鼎鼎的GPL3 就是基于GPL1扩展而来的 那么这个GPL减 我就在这里不多说了 大家可以自己在网上去查 这样一些开源协议 简单的来说就是你必须要开源 然后而且在这些过程中 任何人都可以传播复制 修改拷费你的这些程序 并且可以用于你的商业用途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 如果他们要进行商业用途 你可以收费 你作为原作者 你是可以象征性的去收费的 包括这个收费的标准 也都有一个约定 而且GPL 以前老的GPL协议 它规定比较严格 就是你写一个开源的程序 这个程序里头 如果用到第三方类库 这个类库也必须遵循GPL协议 所以后来为了让更多的商业程序 更宽松一点 能够来进行开源和办开源 我们又发明了这个LGPL协议 现在大名鼎鼎的 阿帕奇的那个license 就基于LGPL协议来扩展出来的 就不要求那么严格了 所以这个大家有一个 这个了解就行了 那么同样的FSF 这个也是他提出来的 这个我刚刚已经介绍到了 那么好 我们就要去了解他 包括我们说的 我们用的Bash Bash和我们的这些所有的命令 Bash我们说了 它是一个shell 这个shell 您可以把它认为是 对我们内核的用户接口 这一块的一个封装 那Core Utils 就是核心工具 对不对 Core Utils 核心工具的话 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一块核心命令 就在这样一个里面 而Core Utils 就是基于我们的Bash的这个shell 就基于这个shell 而这两个都是我们的Gnu 都是我们Gnu里面的项目 都是我们Gnu里面的项目 那么由此来看 我们就有必要来研究一下我们的Gnu 那怎么来研究呢 当然进入到我们的官网 我就直接用讯机打开我们的官网 不是我们Gnu的官网 打开我们Gnu的官网 打开这个Firefox Ubuntu装完了过后 自带的就有个Firefox浏览器 Gnu的官网 我输一下 Gnu.org 开源的 这个就是它该官网 而且它支持了多语言版本 你想看简体中文的话 可以稍微翻译一下 有不少内容是翻译过来的 他介绍了Gnu是一个比较自由的 什么什么 它的工程什么样子 它的发音是什么样子 它有很多的软件集合 有很多的软件集合 它的内核 但是它说了距离使用 还有一定的距离 所以我们就不用管它 而且还有完全的遵循Gnu的操作系统 我们来看一下 这种操作系统 它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它里面没有商业程序 全部是 全部是什么程序 全部是遵循Gnu的 这种开源的程序 这是多么大的一个壮举 多么大的一个壮举 这个是进入到download了 Linux and Gnu 它有不少的Gnu的版本 我们看一下在官网上面 我找一下 在下载里面 所以在Gnu里面 它有内核 有Linux 也有它的一大堆的软件集合 这堆软件集合 重点的就是我们要的这个Bash 还有就是同时你可以加入它的FSF 就是自由软件基金会这样一个组织 那么参与到它更多的项目 甚至可以紧密参与 当然加入这个组织是要给钱的 要付费的 这个有点 所以别人还是赚钱 好 这块FSF不是我们所要关注的 我们还是回到我们的内容 我们来进入到download 我们来看一下Gnu 在这里是Gnu的一些自由性的软件 和它的基于Gnu的Linux版本 你看这都是基于Gnu的Linux版本 大家可以自己去下 可能很多大家都没怎么听过 对不对 没怎么听过 但这个总听过吧 Fedry 这个大家总是听过的 这些都不是我们常用的 因为一般情况下 我们不是 如果不是一个纯粹计算号者 我们不会干嘛呢 不会说一个Linux 就必须全部是开源的自由软件 对不对 所以我们现在 为什么我们常常用什么Ubuntu 这些 包括ReadHat 好 这个不是我们关心的 那么下面我们关心的是什么呢 Gnu里面有哪些项目 有哪些自由项目 而且这些自由项目 哪些可以为我们所用 对不对 好 方便大家 我还是用中文 但建议大家 还是要考虑什么呢 还是要考虑到英文 就是还是要习惯去用英文 因为它的这些中文 还有和其他语言版本 其实都是翻译过来的 好 我们来看一下 所有的Gnu的软件包的一个列表 在这里有一个列表 有很多鼎鼎大名的软件 都是由这样的一个组织 所支撑和开发的 大家可以看有多少软件 对不对 每个软件的作用都写得很清楚 对不对 Basin Basin也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类库 CM 好 你看有这么多软件 这么多软件 你看GCC 我们后面要用到编译 还有G++ 我们后面要用到编译器 这也都是它的 而且这里头还是有圆满的 还是有圆满的 那好 我们来找一下我们的什么呢 我们来找一下我们的Bash 对不对 哇 这么多软件 这些软件很多都已经集成到Linux里面 作为类库支持了 哇 太大了 好 我们就来找我们的Bash 好 大家看 找到了 在这里 那我们就打开这个Bash 我们来看一下 当然我们也可以直接进入到 他的这个这个网站 这个算是他的一个官网 这是他对这个Bash的一个介绍 针对这个Bash的一个简单的一个介绍 然后 这里也可以下载他的最新的包 那么这是他的 在Gno上面的一个官网 我们点了进去 其实就是进到这了 这就是针对GnoBash的一个介绍 这个Bash就是我们谁啊 是不是就是我们刚刚看到了这个Bash 对吧 是一样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他 我们来 多多我们就不说了吧 他有一个描述说Bash的Share 他就是一个Share 他就是一个Share 那么好 我们来下载一下这个Share 我们来看一下 在这里有很多的版本 我们可以通过HTTP下载 也可以通过HTTP下载 也可以通过Git下载 对不对 我们来看一下他已经升级到哪个版本了呢 最新的应该是已经到我们看看这06年的 我们看最新的是哪一年的 12年4.2了应该是 对不对 好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现在系统自带的Bash是极极极极版本的 我们在这里通过一个Version来看一下 是4.2.8 4.2.8这样一个版本 好 那我们就来下一下 这个4.2的 4.2这个版本 就这个我们下载一下 我们下载一下 这是一个压缩包 对不对 那我们 我这里就不演示了 我其实已经把它下下来了 就下载 大家自己下来就下载 我们来看一下 我已经下到我们的 这是我们的工作目录 我已经下到工作目录的download子下面 大家可以看一下 Bash.4.2的tug.jf 我把它解压 那解压这里我会用到一个命令 这个命令目前不要求大家掌握 大家看一下 其实就是一个解压的一个过程 对不对